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家 一个宁静祥和的社区 一个公平均富的国家 一颗永续经营的地球 图个幸福美满 争个人间正道 在这古今中外 鲜少太平的世界 怎样的德行 智慧 才能实现这般梦想呢 儒家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历代有多少爱惜百姓 勇于直见的贤臣 就此死在暴君的殿前阶下 毕竟如果你能懂得他的想法 理解他为何视人命如草芥 并且能用圣贤之道轻易影响改变他 他就不叫宝君 庄子的功夫不在忌口 不在荤素的饮食戒律 而是心灵的摘戒 且不是论说如何摘戒心灵的大道理 而是将自我生命投注于修养心灵 是日益生进的日常生活中 不执着于入耳话语的动听 刺耳 多一点体谅 多一点感谢 用心体贴洞察那言语所由来的心趣 愤怒 悲伤 惊惧 焦虑 忌妒 或占有欲的乱流 是原则当时怎样失控 搅扰 再也无法平衡的内心 如果你的心能平静照见 向照见人人体力强弱疏异 向照见天日之下草木荣枯有时 那么 在动听的美言 在恼人的恶语 就能如雨低言 如云过眼 自然如刺激流转中的溢出 更安静的时候 甚至连同情了解的想法 体贴宽容的念头也平息了 传统文化中 举凡医者的枕脉 得道者的羞耻 都要求心灵能做到这般地境天明 出席者于是指纹件 自我鼻息呼吸 体道者指日夜感受迷冲丹田 任督 周深的真阳之气 庄子的心学不是静远地偏 一视独立的静养 而是立身于最多病患的医门 最乱国家的疗愈 点亮最黑暗时代的一盏光明 庄子的追求 不是满足众人耳目的预期 而是抵达生而为人 本可抵达的逍遥之境 庄子的快乐 不是只基于欲望的满足 而是心灵包容力 宽阔度 静定程度等 诸般能力的讨阳 原来想树立一个美好新世界 得从树立自己开始 人间市这个单元 在过去上同学都没有感觉 从去年开始 同学上人间市上得泪眼盈然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我知道 但不方便说 因为我们的时代跟古代 其实不会差很多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一段 在这学期我们要讲的 人间市的这一段 他的题目 我们给他下的叫做 延回请行 因为延回见重你请行 就是延回他要到 要出远门了 他来拜见他的老师 那这段话当然 对话之间开启了很多重要的议题 包括我们讲的 若一致 无听之于耳 听之于心 无听之于心 耳听之于气 这在我看来是庄子 跟其神明 心如搞磨 心如死灰 完全一样重要的功夫论 甚至于这些功夫是一体的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修炼 有人说 在台湾 台湾的书是 所有锻炼身体的书 这只有老人会买 年轻人不会买 因为年轻人觉得 死亡离物很远 干嘛锻炼啊 可是这就是 亚洲人被称为 东亚病夫的地方 你到了欧洲 你发现欧洲 那些一流大学大学生 他们觉得体育好 脑力才会好 它是一体的 好 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们都还很年轻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 崭新的人生大道 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你面对眼前悠悠长长 不可预期的路况 你认为 应该先找到理想的交通工具 强化装备所需 还是不用啦 我们现在正要到新疆去旅行 交通工具不必啊 我很帅 我这个人喜欢带很少的行李 然后就要身形单薄 设备简陋就出发 所以你到底需要 交通工具一切的装备 都装好 然后等到这个 遇到困难 就像那个007一样 马上很多格西 就这样展现出来 还是你要等到 地险入围 状况平出 在运动的下车 然后对着穷乡 恶水 叫嚣嚷嚷 抗争 当然不是啊 你要自己把装备弄好 懂吧 好 那这事我们就要讲了 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屁欲呢 我们面对现实吧 很多人 以为 就是我们还没有做到 真正的民主 我们才需要上街头抗争 你太高估民主了 对不你的想法是这样 我好多学生现在正在美国留学 在美国待了四五年 给我写的信 哪一个民主 哪一个民主国家 哪一个政党 不需要接受政治现金 哪一个有了政治现金以后 可以做任何的决策 不受影响 很少 只是腐化的程度 严重程度而已 如果你跟我一样常看日片 日本电影冲染了这样的话题 从这个都庚案 财阀看上一块地 找流氓 找什么 就搞死你 就是要让你搬家 他就是要要你的地 这种电影在日本十几年前就 全部都上演过了 美国一样 台湾食安问题 当然可能毒有轻有重 我们的毒是比较毒了一点 可是一样食物问题 也出现在美国 简单讲 在文明的国度 也不缺不可理喻的人 做出不可理喻的事 所以很多人会说 台湾现在很可悲 还要求助人质 好像要有一个清廉的人 什么诞生 而不是制度能解决一切 你真的以为有一个制度 能解决一切的制度吗 只要有法律 就有漏洞 只要有人看不到的地方 没有监视器的地方 就有可能有人上下其手 动手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了解中国古代的智慧 为什么说 今天不能只靠刑罚 不能只靠理 还是要有道德 所以内在的人格的涵亚 绝对是当代文明 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 重要的元件 好 那庄子这部书非常有意思 我一直到去年 还知道这本书 为什么能够是经典 真的不愧为经典 在人间事里面 庄子不止一次的归结出 这些不可理喻的人 他们脸上有相同的嘴脸 庄子用非常简单的四个字来讲 叫做不见己过 不见其过 用白话来讲 就是对自己的过失 既看不见 也听不着 我去年上课讲到这一课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刚好是 台湾有一个太阳花学运 好多学生就这样 听了就边落泪弄 然后下课就来跟我说 老师谢谢 你一定知道 我们现在心情不好 所以你故意上这一章 我说我真的没有 我今天刚好 讲师主完 再翻过来就人间事 没有 你故意弄这个专题 我说没有 我真的没有故意 你说老师你故意讲这个人 这个人跟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我说对不起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 这一切都凑巧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觉得这世界上 怎么有这样的人 对自己的过失 既看不见也听不着 我的学生哭着来找我 老师本来以为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去喊给他听 我现在在那边 坐了一个月楼 我都很少来上课了 我都头晕了 可他怎么还是听不到呀 这不是我在导演里面 那是一封真实的对话 真实的信函 你不要觉得灰心 不是只有你这样 不管是来自一位忠诚的建言 在古代 还是当代已经汇聚成 百十万公民的呐喊 那我们要问庄子的是 面对不可理喻如私的巨大身影 渺小如你我 一个老百姓 究竟该如何 一个读书人究竟能怎样 这是庄子在人间世 首要解答的课题 于是选择想出来了 我们是要先 意应轻轻如物 无精语辱绝别意 无作此书 泪珠和笔墨其下 不能进书而遇戈笔 你们都读过吧 林决明的语气绝别书 你是要你告别所爱 告别你的功课 抗争去 入阵去 是先去教化那些 经年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一概无动于衷的主视者 我有时候 我以前在教中医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 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当医生 因为我会过度关心病人 然后我就跟病人说 你不只告诉他说 你要吃什么药 我说你们用哪一排电锅 然后你怎么做菜 你怎么做三餐 你鸡肉在哪家买 我觉得我什么都想要关心 所以这样不能当医生 你会累死 我更不能从政 每天打开电视 我如果看到这么多人抢劫 这么多人自杀 我会觉得自己真该死 可能我们读中文系 我们受到白居的影响 心中怀念浓僧苦 而立如闻激动生 你很难对同一块土地 跟你一起生活的人 对他们的处境 你很难不设身处地地想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先去抛头路 撒热血 先去舍生取义 还是优先致力于心神 意志气息精血的淬炼 直到通体纯阳 洗水发毛 脱胎换骨的全服提升 其实这些词汇我们都很熟 什么叫脱胎换骨 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 精神很好 什么叫气 什么叫色 我今年 这就是生病以后 比较忙的一年 我从中秋节到跨年 我都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 我是太想念他们了 所以我在12月31号 教完我国歌会的计划那天 我请我的一起忙的助理吃个饭 然后我就买了一盒甜点 就决定要晚上跟我爸妈去跨年 那回来以前 本来想去以前 先打个三小时的拳 让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可是太累了 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我在醒来的时候11点多 刚好前去跨年 时间正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前往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请教了我父亲 一些练功的事情 还有我父亲吸血来朝 就让我摸他的尾锥 我才知道原来通三观以后的尾锥 跟正常尾锥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整个尾锥摸起来 就是个圆圆的乒乓球 我在那一刹那才真实地感受到 我们从小在我们嘴边的 这些中国的语词跟文字 什么叫洗水 你的真阳之气充满在你的骨髓 那因为都走在骨髓里 只有你的手掌劳工学看得到 所以劳工学是通红的 脚底永泉学看得到 所以永泉学是通红的 什么叫换骨 原来骨相还有真实不同的改变 你整个生命可以全幅提升 当然我跟你们说 我从小生活在 很像一个武侠的家庭 虽然我是一个武盲 可是我常常有时候 看我父亲表演就觉得好酷 我比看我家小说还酷 我在想能达到这样精神境界跟体魄情状的人 可能可以不必理会儒家 很像大家长 很像爸爸妈妈在小孩出门的时候跟你们说 到学校不要重置政治活动 我就有这样一个妈 总觉得政治活动是很危险的 我大学的时候打辩论比赛 他就觉得好危险了 怎么可以这议论国家的政策 什么打租税杯 他觉得租税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我妈更体贴的 给我跟我姐准备了一些可怪的衣服 很丑 就像男装 我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 我妈说挂在衣橱里就对了 以备不食之需 每一年整理衣服都想把那几件 男不男女的丑 就是男生很男性的衣服丢掉 可是我说我妈为什么要给我买这衣服 有一天我就问她了 我说你们就不知道 以前日俱时代空袭一来 你外婆就要把她所有的女儿都穿上男装 头发都剪掉 剪成像男生 脸怕皮肤好被别人发现女的 所以脸都涂上泥巴 这样子 日本兵来了才不会烧杀掳掠 才不会被强奸 我人听到就 我妈我拜托你好不好 我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为什么我可贵的衣柜 还要放这几件丑不垃圾的衣服 我非常有意见 可是我母亲非常的坚持 因为这样所有在战乱 动荡的时代活过的父母亲 他永远都觉得人间可能还会有空袭哦 我父亲说 在念男一中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的殉导长就 把他找去 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去看电影 看到一个白衣少年 把五六个手拿着家伙的流氓 打得落花流水 那个人是你吧 他说我远远看很像你 我父亲回答说 是你看见的 又不是我看见的 我没看见 我怎么知道你看见的是不是我 我父亲就走了 那后来我父亲年纪很大 跟我们讲这个笑话 我说爸那是你吗 他说是啊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功力 你当然就 家长就不用太担心啊 你只要跟他们说 打人的时候 不要打死啊 然后打了人 不要留下痕迹啊 就赶快溜啊 你都是讲这样 根本不用跟他讲 危险的国家 不要进去 混乱的地方 不要在那居住哦 各位同学 这不就是我们一般的 世俗价值吗 你为什么要去瑞士 为什么前要存在瑞士 中立国嘛 没有战乱嘛 任何情况下财产保得住嘛 你为什么要到 这个世界移民 你为什么要移民 那个地方山明水 就生活好吗 这就是世俗价值 很多人以为 儒家是非常热情的 觉得中子是很出事 甚至于有人还诬告 诬陷他是厌世的 我好像骂到一些学者啊 但你读了人间史 你用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来回答我 是庄子热情还是儒家热情 庄子叫我们 庄子这部书 我每次 我最近在读长觉很有意思 我觉得庄子小时候 可能也读论语是不是 然后也读儒家经典 读一读就不以为然 所以他后来自己写了一部庄子 这庄子书里的孔子讲的每句话 都在给那个 论语里的孔子打脸弄啊 论语这个泰国篇明明说 唯帮不入乱帮不局 可中子 人间是偏偏写 治国去之 一个治理好的国家 离开他 那个地方不需要大侠如你了 乱国救治 哎呀越混乱 能忙跑不去救助啊 你就可以潇洒地整机解逆 狭行天下 好 我们开始吧 开始这一段 言回见重您 好同学念一下 言回见重您请行 言回见重您请行 愿其知 愿江之为 愿其为言 愿回文为君 其言状其幸福 请用其国 而不见其国 请用名词 持这一国量 无责若辽 民既无主力 好先到这儿 这一天赢回来 拜见老师孔子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礼仪 如果你要出远门 你还会去跟你的导生 say个hello吗 在古代是要的啊 我的助理好像有这个很好的习惯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养成的 有时候明明是他们的假日 他们会跟我说 老师我只是让你知道 我1月20几号到20几号 要去哪里学盖房子 所以我不会在台北 我怕你一时找我会找不到 明明就是假期嘛 可是他们 你们可能这样也听得出来 当我的助理很可怜 对不对 可能放假也会被召唤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叮咛 我听得觉得非常的温暖 那古代的学生 对老师也是这样的 孔子就问 西之 这个西是何吗 要去哪啊 颜辉就回答了 学生要前往魏国 而孔子就问了 西魏烟 孔子到底是问西魏烟 还是西魏烟 都可以 如果是西魏烟 就是坏 你为什么要去啊 西魏烟 是去那儿做什么呀 都是可以的 两种读法都说得通 因为 回文魏君 颜辉说了 当然你们知道 这里的颜辉跟孔子 都是假颜辉 假孔子 是庄子 庄子心目中 理想的颜辉 跟理想的孔子 庄子心目中 高兴让也会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高兴让孔子说什么 孔子又说什么 这是他的剧本 回文魏君 他说啊 学生听说魏国的国君 齐年壮 他正值壮年 我们都读过论语哦 有的什么样的年龄 戒之在逗 什么样的年龄 戒之在得 一个人壮年的时候 怕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什么叫壮年 壮年就是虎狼之年 体力挺好的时候 其行毒 这个毒就是毒断 专横毒断 别人再怎么说 有的语 你都听不见 那不然我们来辩论好了 对不起 我不跟你公开辩论 那我们来采访你好了 对不起 我可以接受采访 但题目要先让我看过 而且只有三个句子 由我来挑 才可以举手发言 就是他可以非常的 专断 专横毒断 专横毒断 一意孤行 那其实这个世界上 我们说如果真理 是越病越明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人 在民主时代 我们还不能对话 到底有什么样的道理 是你觉得不能够全程透明的转播 可是还是很难 在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 我们还是看到一样的事情 可是更严重的不是其行毒 他为什么会其行毒 他们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行毒以后 老百姓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轻用其国 他很轻率地决策很多的国政 你很多东西做了好像白做 很贵 可是老百姓都不能用 非常轻率地决策国政行使权利 而不见其过 可是最关键是什么呢 一个越英明的国君 他一定能够信任下面的人 而且他能选贤与能 可是他觉得他就是全世界最贤能的人 在世界上贤能的人 如果他以外 那就是跟他很像的人 或是他挑的人 所以其他的意见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他从来不会觉察 也不会反省 自身的缺失 他一切都是用心良苦 他的方向都是对的 只怪人民太无知 只怪网军太莽撞 可能在他的标准里面 这个世界他以外的人都是错 只有他是圣洁的 是无瑕的 轻用名死 如果他跟我一样在看电视 他看到这块土地上的人 以前在日子好的时候 台湾也曾经前沿脚目 成为亚洲各国羡慕的一个地方 物美价廉 可是曾几何时 我们所有的有钱人 都变成没有钱的人 没有钱的人没有更有钱 只有有钱的人变没有钱 曾几何时我们省到 连教育单位的店 都不能再给予优惠 可是一些不应该 犯法 应该付出代价的财团 永远不必付出代价 所有的税 都是要从生斗小民去收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很苦 不管是没有办法 受到好的教育 因为以前教育 是让穷人翻身 最好的一个机会 可是现在呢 穷人也许无法上学了 高学费 以后要高电价 学费只会更高 然后很多人烧炭自杀 很多人因为贫困而犯罪 如果这个地方是他治理的 他怎么能不悍言 可是就会有一种人不悍言 他觉得这没什么 实际上你不好好念书 不好好念书 22K六千多 应该给你们15K 那只有那个念到最高学服 拿美国一流学位的人 才应该有着充满人性尊严的生活 他可能也不觉得老百姓很可怜 而死者呢 在庄子描绘的这个卫军呢 那个国家因为这个暴君而死的人 乙国这个乙就是因为 因为国家而死的人 这个量就是数量已经很满了 已经填满在整个江泽 那些尸体很像什么 弱骄 这个骄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生麻 麻绳的麻 一个是草戒 不管是麻绳或草戒 麻草或草戒 你们知道就是很多很多人死了 你看到这觉得 哎呀 我们台湾真的还好 我们虽然日子不好 我们好歹还活着 你们知道人的死亡两种 一种是快速的 急性的 一种是慢性的 每天吃点有毒的东西 然后现在中研院的研究指数 不知道为什么大肠癌 在这几年不是一倍 不是两倍 是十倍 慢性中毒 很多我们的食衣住行 没有管理号 我们去购买检验合格的东西 我们吃了照死 所以很多人正在慢慢慢慢地 走向死亡而不自觉 他现在遇到了疾病 可能只是过敏 只是拉肚子 只是怎么样 可是几年后 可能他就要面对 他的身心难以 对抗的一些局面了 名其无辱意 这个如就是我 人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无所适从 回常文之夫子约 你看 庄子这儿安排 他说 盈辉 我听老师你说过 接孔嘴说过了真正的话 我们一开始在这个前沿说了 是 为帮不住 乱帮不拘 既然庄子不满意 所以帮他修订了一下 他说啊 老师啊 你既然是智诚先师 就像您教过我们的 治国去治 一个国家 已经治理得这么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安然离去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 装子好像有弄 我在看日本 有一些 你们看过日本 有一些片吗 描写那个战国时代 他们是几个英雄好汉 有没有 有一个是弄三位线的 一个干嘛 然后我们一起去诛杀 那些贪官污吏 很像这种 很像这种电影的一群人 可是呢 陷入危难的国家 那才是我们需要 投身拯救的 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个很棒的想法 这很棒的想法 会使着你最爱的故乡 当他非常文明 非常繁华那天 你好高兴啊 你所有的故乡的乡人 都可以给你过一样好生活 可是说他这日子如果不好 你又会很开心 这时代 是我可以贡献的 大时代来了 因为我可能骨子里 有这种性格 那时候我还没有读人间事 我小时候记得 我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齐瓦格医生 你们看过吗 齐瓦格医生 没看过 你们看过啥 你们还要去看个 齐瓦格医生吧 齐瓦格医生 我小时候女生嘛 爱看文艺人 喜欢看很伟大的爱情 我记得 齐瓦格医生里有一幕 就是男女主角的一个约定 后来发生战争 后来那男主角 奥马学尔夫 我还记得超帅的 然后她就回到 那个银变废墟的房子 去寻找当初那女主角 放一个钥匙 跟她做一个约定的地方 那我那时候看到 那年轻的时候 少女怀春嘛 看了泪流满面 伟大的爱情 我将来要 遇到这么伟大的爱情 可是如果我要遇到 这么伟大的爱情 我的时代就必须要是 烽火连三月 才能考验我的爱情 够不够伟大 哎呀好可惜 我怎么活在这个天下太平衡时代 我好希望活在齐瓦格医生的时代 想不到 年少无知的梦想 居然成真 我这时候时代 我们后来觉得 这些是个乱世 你懂吧 好 或者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挺不用功的 我最不爱念的科目叫做地理 还有生民主义 这好像政治不太正确 所以我生民主义这部书 后来好像还有八课 没有念过一遍 就参加考试了 我后来错的就是都在那个八课里面 然后我伟大的地理考了几分呢 我的大学也考 地理考了五十八 你们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科的人 要考上一个正常的学校 地理分数应该是八十几跳 懂吗 我地理五十八 还好我的国文跟数学超高 所以可以弥补其不足也 勉强会到一个学校给你念 可是呢 我念的是一个公立学校 我念中心大学 我要去台中念书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纷纷笑我 台中不是文化城 是风化城 然后说什么 就讲了一些商店的名字 什么金钱报啊什么 就讲了台中是个风化城 孙明你这样一个 我们心目中的文化人 考到台中去了太有意思了 他们就严语我 没想到我会笑别人还开心 太好了 我觉得越是文化商 我越需要绿洲 我要去建造绿洲了 拜拜 我就很高兴了走了 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点这种 道家的性格 医门多吉 我刚好又学中医了 你可以想象吧 如果今天你是个大医生 你医术很好 然后你的病人假来了 医生啊 我这两颗粉刺 你给我削削 然后另一个女生来了 医生啊 我这脂肪多了点 你给我削脂 我想一个大医生 你觉得他被羞辱了 你懂吧 他应该要是去治疗重大伤病啊 我所有搞中医的朋友 像这个苏西章医师 他就专门成立重大伤病科 专门去针对那些最艰难的疾病 我自己的中医老师 周成青医师 他就是到处在找艾滋病的病例 就想去医那个最难医的病 医门多吉啊 一个医术精湛救死扶生的医生 就是西洛门内很多重大伤患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庄子之徒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本事 当然要去教化那个最暴虐的君王啊 好 愿以所闻 思其所行 也会就出头了 他说啊 我听老师这么教诲 我就开始思想 我自己要过的人生 我要怎么样让我这辈子超有意义的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 所以我决定 我要去卫国一趟 因为没有一个国 国君比他们这个国的更昏庸了啊 好 则树金其国有仇物 你看这个言辉的雄心壮志 他说我相信当我到了卫国 这个贵国国家的重病就有救了 各位同学 我不知道 每一个入阁的知识分子 是不是都曾经有这样的想望啊 我想总应该 这个世界总应该还有 当公务人员不是为了拿退休金 当官不是为了捞油水的人吧 应该是有的啊 好 孔子怎么回答呢 哎呀 很讶异哦 这个烟灰这么热血 孔子居然回答 稀 这个稀不是 嘻嘻 也不是磕磕的意思啊 这个稀是 一须稀 维护高哉的一须稀 是一生叹血 哎 若你呀 待恐怕往前去 若待往而行 恐怕去了 只是遭受刑法罢了 为什么呢 这里就讲出了 庄子心目中孔子讲的道 他希望是这样 但是孔子的道到底是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你读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你就懂得儒家之道 我在博士班的时候 学科考 我考礼记 就在我读 阅读整部礼记 读两遍嘛 考试这首要读两遍吧 然后重点读三遍嘛 然后更重点背下来嘛 对不对 就在我准备 学科考当中 真的觉得 这儒家儒家 还真不是以前 我在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阅读的样子而已 当你去读礼记 读到礼记内则 你只看到儒家的规矩多如牛蒙啊 当你经过你爹娘的房间窗户 其实一定要记得快跑 当什么处境的时候 你又一定要怎么样 什么又一定要怎么样 规矩超多的 可是庄子心目中理想的道是什么呢 他说道不欲杂 他说真正的道 一定要简单而不复杂 为什么呢 复杂就让人家觉得繁多嘛 想也知道你们喜欢单选 不喜欢复选嘛 繁多让你们很搅扰嘛 这题到底是不是对 这题到底是不是错 我对的答对了 错的不小心选对了 那整题不就去了吗 你会觉得很搅扰嘛 搅扰以后 你会觉得很忧虑嘛 忧虑这个年 这个过年 是不是同时会收到 让承计单 承计单上的颜色 也太缤纷了一点 好像过圣诞节一样 那家长的脸色就会跟过圣诞节一样 忽明忽亮 你根本没有办法 游刃有余的 从容自在的 心生愉快的 实践什么人生理想 接着 庄子又让孔子说了 他说啊 古之治人 在古代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先存诸己 这个存之树立 各位同学请看清楚 我觉得我们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论梦学用长大的人 我们心里都有一种鱼痴 我们的骨子里有一种鱼痴 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你感觉不到 你怎么觉得你要多做点 然后你看到别人多做点 你也挺感动的 所以我学生跟我说 我说怎么了 今天脸色不好 王老师 今天我男朋友生日嘛 那你男朋友今天生日 你觉得干嘛脸色不好 我熬夜给他做生日礼物 我说做到几点 因为手做 所以做到五点 我听到表情很不妙啊 可是我发现 跟我一起听这个话的人 好感动啊 他说到超感动 对不对 就这种反应 我就会想我变了 我被庄子洗脑了 我以前一定觉得超漫漫 超浪漫 超感动的 可我现在觉得 你好愚痴啊 你男朋友真爱你 他怎么会享受 这样的礼物呢 他希望你睡着饱饱的 就算深入快乐忘了说 他也是很开心 他怎么会要你熬夜呢 熬夜如一个空 水壶 干烧 里面没有水就开了火 这伤血伤干的 他真爱你 怎么会希望你这样呢 对不起 我反本全真太久了 你懂吧 好 所以呢 我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事情 我学人说 哎呀 为了什么职业 为了表示展现全系的向心力 向心力 对于全系的向心力 对于祖国的向心力 所以呢 就应该演出像赵氏孤儿 这样的故事 对不对 把自己的孩子杀了 去拯救君王的儿子 这不是儒家教育吗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烧干烧废 就为了一个什么奇怪的职业 我就学人上完我的庄子课 再去当兵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替代艺 他说替代艺 哎 要节训的时候 那个主管就想了一个点子 叫他每一组要表演一个替代艺之歌 要唱首歌跳个舞 我学人长得挺帅的 你懂吗 我喜欢学生每一个 如果觉得超美超帅 女人喜欢一个人不就这样吗 然后呢 可是他就是不会跳舞 所以他在替代艺之歌的这个比赛当中 受尽折磨跟嘲笑 可是他告诉我 他便不难过 他冷眼旁观在看这个 怎么替代艺之歌的活动 他觉得哎呀 就是要带领大家嘛 然后为了找个活儿让大家干 所以有这样的比赛 你懂吧 然后这些比赛就要去捉弄一些人 让他们打扮得很怪 然后跳一个很怪的舞 表面上就是有一个向心力 团队的向心力 其实人世间的很多事是这样 可如果你很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那别人的生命你可以这样用嘛 当然当兵没话说 可是不是当兵的时候呢 古知识人先存诸己 你要先树立自己 你自己的身心 你能够有一个一定的强度 然后存诸人 你才越想你去树立别人 你去辅助别人嘛 可是儒家怎么说啊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打爱打人 不信春风换不回 这不都是很儒家的思想嘛 对不对 使我其谁 就聊了你了嘛 你还不知道自己会游泳 你看到别人也死 你就往下跳了 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学过中医 别人生病你就给他开药 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可是你常常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嘛 去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我学生又想怪我又不能怪 因为他们每个都跟我说 要去那儿坐 然后就问一句话 老师你要不要去那里上课呢 很多老师都去了哦 我说我不会去 当时为什么 我说因为这是台湾大学 规定我上课的地方 除非你们全班都要去 然后你们强迫我也得去那儿 给你们上课 我才可能去 只要有一个同学愿意留在教室 我就会在教室上课 因为这是学校规定 我们上课的地方 老师那你下课是不是也跟来表示一下 有麦克风 有场地 我们会亲个场给你 我不会去 为什么 第一个我怕死 他们听了好失望 一个在学圈的老师就想 我怕死 我父亲从来教育我们 你要反政府是吧 你就想象前面有个坦克车开过来 你觉得你确实可以不必闪躲 你再去 我发现我想闪躲 所以我不去 我怕死 你说老师没什么好怕 对不起 我刚刚上完文一多 上完文一多单元的最后一天 文一多就要死在 某一个党的枪下 暗杀的枪下 所以我很怕 所以我不敢去 我怕我也跟文一多一样 我很喜欢文一多的诗 我好希望我读他的诗 能读到他七八十岁的诗 我很希望他没有去死 所以我不会走到同一条路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 我认为他的意义 不要也去那里做 所以我不去 我去人家回答我的学生的 我学人说老师 那我们可以去吗 你是自由的 你自己决定 每一个人决定你自己的行为 你自己对自己负责 那没来上课 你会当掉我们吗 不会 我提供录音带 让你们补课 那没去 你会瞧不起我们吗 不会 你想要充实 你的专业能力 很好 那我们去 你觉得我们浪费时间吗 不会 我们世界需要有热血的人 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能去而你去 这样听了以后觉得我到底是要怎样 就是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可以尊重的嘛 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一生 可是我的助理问我 老师那我们可以去吗 我就讲了 你们去是你们的自由 如果你破皮回来 你退出本团队 等于你可以去 但不准破皮 这样你们听得懂吗 后来我学生去 最惨的一个 就脱鞋掉了 差一点破皮 还好没有留鞋 我就算了 然后最危险的那天 行政院 我打电话给两个 我才会走过去的学生 我说 今天不要走向行政院 如果你正要去 就请你换个方向 他们就乖乖地换个方向 去了立法院 因为我平常比较少管他们 很少管的师长 偶尔管一次 他们会听的 你平常很常管 当天管没人要理你 那我为什么叫这个女 尤其我对这个女生 对那男生我比较没意见 因为她比较壮的 去那里看看能不能减肥 也是不错 可是对这个女生 我意见很多 因为她很瘦弱 她瘦弱到我觉得 她根本就应该多睡一点 多吃一点 那怎么还可以去那里 消耗你自己的能量 万一死在现场怎么办 所以我要讲的是 当你读过庄子 你对每一件事 你不会觉得 谁非怎么样不可 谁怎么样不行 你可能觉得很多动行为 都是可敬的 但是呢 你会自己 你接受这样的道出法 你自己会有一个 本末先后 我就算做 其实我可能还是会做一些 我觉得我能尽力的事 但我不会留下 走过的痕迹 这叫做 绝机 无形地难 我还是在人间事行走 但我尽量不留下痕迹 因为你要全身远祸嘛 你看我从事的专业 不就医药补物根重树嘛 招子跟中医不就是这种 在改朝换代刀招 都不会被杀头的嘛 就人先活下来 就个文化人而言 有个日本著名的汉学家 过世了 别人问他研究专业是什么 有人说他研究易经 就有人说了 易经这种东西 有可能五十岁前能读懂嘛 所以一个文化人 你要珍惜你自己的生命 因为你最精彩的东西 应该会出现在你的晚年 出现在你北法苍苍的时代啊 所以存于己者未定 如果你自己的脚跟都还没站稳 什么叫未定啊 脚跟没站稳 别人推你一把你就倒 他因为有足够的能力 你在笑别人不专业 你嫌别人的 不管他是当这个行政院长 还是当什么官员 当什么总统 你觉得他当的不好 不专业 那请问你专业吗 我以前 我对我学生比较不会啦 对我的助理 在他们最讨厌 某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跟他好像 他们听了就非常生气 老师哪里像 你们都很可爱啊 该帅的帅 该美的美啊 你们成绩都好啊 考得上台大呀 你们都只要用工读书啊 其他的能力不一定要增长啊 他们听了就好嘛 所以你们不要成为你们骂的人 你们要让自己的真业能力变强 不是吗 你要确定怎么做才是对的 不要不确定你就冲了 如果你自己 你根本身体瘦弱到 你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下一次的跨年 你的成绩根本危险到 不知道会不会二一 你怎么还有空去管 去责问那个残暴的 魏国国君的作为呢 这不是跟我们讲说 不要去过问天下事 而是你要 先自己分裂的事一定要做好 然后你去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嘛 且若一知福 而且你知不知道啊 德之所当 一个人内在的德性 提升德性非常好 但你的德性为什么 要像水流这样溢出来 让别人看到 而智之所为 一个人有智慧非常好 可中国为什么要讲大智若愚 我有一个老师 当我能够进入台大任教那一天 他跟我讲了一些我当初不明白的话 然后蔡玉明 进入学术圈后 少跟别人谈学问 我想学者之间不谈学问 难道查课打混啊 可我老师说话 我不敢顶嘴 也不敢问 就想岁月会告诉我答案 他一定是有智慧的语言 他说啊 你一旦跟别人聊了学问 一旦比拼个高下出来 就伤感情了 我后来就想 中国人讲大智若愚 每个人的专业都不同 你就在自己的专业 你读别人的论文 你清心恽恽地做 确实应该要若愚 应该要低调一些 那可是一个人的智慧 怎么会被发现呢 德性怎么会像水样流出来呢 德荡乎名 因为你想要成就名声 因为你拿了一张单子 说要填写好人好事代表 你要不要自我推荐 你觉得我好像可以 所以你写了 也让别人知道了 智乎出乎争 你的智慧别人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你想跟别人争高下 我有一个学生 他上过的诗课 没上过我庄子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因为上过诗课的学生 他比较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他上过我一年的课 他挺喜欢这课 他问我说 老师啊 你觉得我是不是你学生里面算聪明的 我想这废话了 你自己也知道还问我 喜欢听赞美是不是 我说是啊 他说嘿嘿 我想也是 他又问了 老师 那我是你教过的那一届 最聪明的吗 这问题有点难回答 你懂吧 让我想起 我跟我姐姐两个小时候 好无聊 我姐跟我说 我奶奶跟她说 她是她最疼爱的一个孙子 我说真的吗 我姐姐说 你不相信 我问奶奶问给你听 她就带着我去了 那是我奶奶正在洗澡 我们两个就躲在这个门外 我奶奶不知道我也在门外 我姐姐就对我奶奶问了 阿嬷 我敢是你最疼爱的孙子 我阿嬷说 对啊 你是我的第一季孙 就还那一餐了 我很小 可能还小一 还是念幼稚 我说 阿嬷 阿嬷 哎呦 屁明啊 你有高贵了 你是第一季孙 我们两个就在门口吵了起来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至出乎争了吧 连争宠都要争 何况是争田氏 谁是天下第一见 天下第一聪明呢 明也者相亚也 可是明上的东西有多可怕 你们知道吗 我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吧 有一个韩国人 为了要争第一就抄袭了 懂吧 那明生的东西 当你太想得到的时候 可是很抱歉 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只好抢了 所以你要斗倒那些 要跟你一起争到这个明生的人 那种抗争的危险啊 斗争的危险 庄子用亚之的字 亚就是车轮 就像车轮碾过你一样 可能失骨无存啊 制也惹争之气也 而智慧这个东西呢 你变成拿来跟别人 角逐竞争的工具 我在一些学校待过 又是教育 跟教育有关的学校 可能学生后来毕业以后 分发会跟在校的成绩有关 你要是那种成绩的竞争 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哦 那我也在台大听说 是书卷 班上还不知道书卷 你们现在不知道 谁是书卷对不对 好我们明年开学再来问 你在班上是书卷 人员又很好的 其实很少 你懂得意思吗 因为大家都眼红嘛 以前我教大一国文 我规定学生 寒假每个人分析十组对联 不是十组 是十组以上 可怕就在以上这两个字 他们班有个奠基系的同学 他给我分析了多少对联 他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每一页写五副对联 他给我分析了一本 他作业一交出来 全门同学又傻眼 我就说 哦 有同学教那么多啊 好 教十副的举手 举手 教五十副的举手 然后最后就只有他一个人 还举着手了 然后分析了整部的理商影全集 然后我就想 同学你手赶快放下吧 我怕你的手保不住 我弄吧 好 二者凶器非所以进行业 名声智慧 我没有人喜欢被说笨 除非你跟我一样读装子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 我一个资工企业学生 在我背后也与我 不是也与我 也与另一位同学 别人问他 在电脑这怎么用啊 你不会啊 我都不会 你怎么可以说不会 你是老师吗 然后大家哈哈大笑 等到我来了 他们还在笑 我说你们刚刚笑什么 那同学怎么样不敢讲 后来我一直拜托他 好言好说 他终于讲了 他讲得满脸通红 觉得老师对他那么好 不应该来背后修复老师 他说 我说你老师啊 怎么可以说 我都不会 可是没想到我听得很开心 我就想到四万人死不住 好得很啊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不同的价值 你一旦大家要想到名声跟智慧 这两个东西会让你 无法平安的通行于是 你只要看一场选举 你就会认识 因为限量是残酷的嘛 两个人竞争 一定有一个人要下来嘛 那我怎么样让你下来 那就诬陷你咯 所以选举越远 有多少是真实呢 你会觉得非常可怕 如果你越知道真相 你越觉得可怕 且德后信枪为达人气 这时候孔子把重点 回到言辉了 虽然你而得信很人厚 这个枪字 两个解释 读枪是诚实貌 读空是无知貌 所以你们觉得孔子是说 言辉我看你啊 看起来又傻傻的 虽然手心又可是傻傻的 还是虽然很诚挚 但是也值得信任 好像值得信任比较好 所以我就念枪嘛 且德后信枪 为达人气 可是你还没出名啊 你还没有成为制寿先师啊 还没有累积足够的人气啊 而且你也不会争取名声 默默无闻 还没有别人认识你 还得不到他们的心嘛 你开始演唱会 唱得再好了 没办法像江辉 今天的局面 因为还没出名嘛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居然硬的 这个墙就是一定要做到 以仁义神末之言 把仁义当成一个标准 就像木匠 再量一个木头 一个绳子沾了墨 画直线 就像我们拿尺 再量一个人的德性一样 去估量一个暴恨的君王 想要用这个来约束他 是以仁恶 欲其梅也 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很不仁不义 你才能在他面前 这个欲 是那个经一招而欲记百经的欲 一样的意思 是卖的意思 你才能 因为他不仁不义 你才需要在他面前教化 宣扬仁义的理念嘛 对不对 命只约灾人 对一个暴君来讲 你说你这个不仁不义之人 你当然是再带给他灾祸嘛 你今天怎么敢带给一个暴君灾祸呢 人必反灾之 他一定会回头来 把灾祸降临在你身上 若待为人在乎 你恐怕就要被人伤害了 各位同学 我不让你们再读这一段 你摸心耳边回荡起 一段你过去再念文化教材 读孟子非常熟悉的一个桥段 孟子见梁慧王 王曰 所不远千里而来 将有以利于吾国乎 然后呢 王何必约利 亦有仁义而异 你不觉得庄子就是在对儒家 跟儒家对话吗 怎么样 你们以为那些暴君都是慈善家 开于幼院的是吧 你拿着仁义的神物到我面前一凉 你可能命都没了 且狗为月行而物不孝 这段话超有意思的 他说 而且狗就是如果 如果这个君王是一个悦贤 喜欢贤能 恶不孝 讨厌不孝之徒的君王 乌用耳 他哪里需要今天靠你 求有以义 来凸显他跟你的不同 他如果听得进你的话 他早就用跟你一样的人了嘛 你们是不是读到这段 一种忽然开朗的感觉 若为无照 我们把这个小段讲完下课 他说除非你不向他见言告解 这个赵就是言 见言 王公必将成人而斗其解 不然这个王公 这个位阶比你高的人 他一定会 承就是靠着 骑着 架着 会仗势灵人嘛 仗着他的地位 他的劫财 跟你争辩 斗就是争斗 骑劫就靠着他嘴巴 很能讲嘛 这个时候 他的身形那么巨大 地位这么高 口才又这么好 又这么凶恶 你那么卑微 只是个不一百姓 你的眼睛看到他的脸 在那个聚光灯下 你就觉得眼花了 这银是祸 眼睛又开始晕眩了 而色将平之 你的脸色本来理直气壮 就忽然 就变得比较柔顺沉浮了 口将银之 本来要说出对方的错的 就想 我刚一时口误 你开始揣舵怎么说 才能活着走出去 你就讲不出劝谏的话来了 荣将行之 荣就是外表的姿态 你也变得很顺从了 心血成之 最后你的内心 也开始迁就成全了 哎呀 其他也不是最坏的国君吗 他好歹没有马上把我暗杀 哎呀 这个政党政治也是不断进步的 现在被暗杀的人口少了 也比较少这个冤狱的对象也不多了 被抓去劳改的人更少了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也算个人均了 我回吧 我回去了 不要再管住了 我又不是今天政治戏 对不对 所以你这时候就好像心也成全了对方了 你想想看 你不前往 你还没机会让他对待一个读书人 用这么恶劣的行情呢 你让这个残暴的人更加张扬 这不像以火救火 拿了一个火去救房子火 明知约易多 结果火是越烧越多 拿着水去治水 水也是越来越多 顺史无穷 拜托 你见一个暴君的第一天 你的开始 就是这样了 一开始你就照这样的方式 该讲的不敢讲了 整个心也虚了 容色也柔顺了 那若待已不信后颜 你恐怕你用不信就还没被信任 后颜就讲很多 我们平常对朋友 我们说交浅不可延伸 这句话很难 我是一个蛮坦白的人 有时候朋友跟我说 我们大家一起化妆子漫画 然后我看到每一幅画 给一些修改意见 那如果不必修改 会讲一些我看到低刹那 觉得化得很好的地方 后来其中一个会手就跟我说 哎呀 毕明你不要这样赞美 A哦 这你那么过度赞美 A 那BC会不会不好受呀 我说哎呀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赞美 我觉得我写在脸书上 每个文字就我心里的OAS 那时间够兴致来就把他想去这样子的一样 可是我大概用19年在台大任教的时间 我才学会不说的智慧 到底哪些话不要说比较好 我才慢慢在学习 因为我本来可能是一个很容易交浅延伸的人哦 因为如果对不能说真话的人 你说太多 不是你可以不要说 你不必说假话 那你的下场有可能是什么呢 必死于暴人之前 你可能就会死在这个残暴君王的刑罚之下 刑惧之下哦 各位同学你会发现庄子在这段 我们看到一个很类似孟子见梁慧王的桥段 可是他告诉你 这非常危险 真可能要白白牺牲的了 你说好 所以就等下我怕事不做了吗 到底该怎么办 答案在后头 庄子笔下的孔子为延徽分析了 这么做到底可不可行之后呢 庄子笔下的孔子还给延徽举了很多 更具体的古史中的例子 所谓的写实者截杀关楼棚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能下场吧 从前昏暴 昏庸暴虐的夏节 他朝中赶直言见言的关隆棚 就被杰给杀了 而孔王呢 你要对得起的人只有你自己一个 你也不觉得你全天下要照顾的只是你的老婆跟你的孩子 你就想要能够多关照一些人 所以像关隆棚或笔棚这样的人 他修养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以下与辅人之名 他会爱连天下百姓 他不是自己住豪宅 吃安全的食物 他就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他想到安德广下千万间 大壁天下寒室 这句还言 希望大家都能住得好 大家都能吃得好 所以以下福其上者也 这个福就是逆 他才会居下位 却敢违逆境界君上 可是他这样境界不是等于在说他的君王不爱民吗 所以君王就因为看不顺眼 他们那些德性的美好 因为那是君王没有的嘛 所以排挤杀害了他们 是后名哲宴 你不要忘了 像杰 像昼这些暴君 他们也是很想要有好名声的 各位同学 只要看不管犯什么案 一旦被逮了 大家都想拿外套折住 就巴不得犯了案 犯了错 好处唠叨 没人知道 别人觉得你是个大好人 大家都觉得这样最理想 所以这些昏君暴君 他们也都是后名者 把名声看得很重 没有人 尤其是越坏的人 越不希望你指出他行为里的缺点 哪些人你跟他讲哪里不好他很高兴 翻开古书 下大雨 语文善言则败 言回不爱过 文过则改 这都是贤人之流才做得到的 越是不知反省的人 越不喜欢听你讲他的错处 再举例了 你看以前姚 姚将的圣君 他想要 你如果打开儒家的经典 儒家会说什么叫华夏 什么叫蛮夷 跟你的种族观 跟你的文化有关 对不对 所以 当一个华夏之邦 有文化的国家 想要去 依贝 把他的德责 推过到的满鱼小邦的时候 你去攻打他 在儒家文化里是合理的 那叫王师 对不对 然后被攻打的国家 百姓会非常高兴 有大汉之望于 以前我们梦子读过的 可庄子怎么说呢 他说你看那个以前的姚 他攻打 宗快虚熬 这些满鱼小国 像夏大宇 他攻打 有户士 最后这些被打下来的国家 国为虚立 什么叫虚啊 房子里都没住人了 十四九空 跟废墟一样 什么叫利啊 利就是无后 他们没有自己的后代了 鲜火断绝 我们在当代会看到辐射事件 一些什么海啸事件 我们看到一些骨肉离散的例子 可在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身为行路 不管是国军战败国 难保自身 人民啊 不管是攻打别人的 或是被攻打的 在征战掠夺夺中 惨遭杀戮者多疑 其用兵不止 那这些小国 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征战呢 其求食无野 他们还是炼战贪求 以挤得领土 财货 权位 这地方小虽小 他好歹是个酋长 他干嘛 归顺一个大地方 变成一个里长 一个区长 懂吧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领土 财获权位等现实利益 才会导致这些 惨痛的下场 世界求名实者也 所以你看到世间人 很多的征战 就是因为有人贪名耗食 权贵权贵 有权就可以变得贵 那钱能买权 权能通钱 就这样像滚水 雪球样越滚越大 人的贪婪 你在里面越滚越大了 而独不闻之乎 所以庄子 就让他人间是偏离的孔子 这么说 他跟颜辉说 你难道没听过吗 名实者 站在名声跟现实力的面前 圣人之所不能圣也 就算你是个圣人 你是关龙棚 你是笔竿 你是窑 你是羽吗 你战胜不了的 你叫一个人 居然游异 爱好道德 无横铲而有横心者 为师为能 无畏见好得 如好色者也 这难度是很高的 这些圣贤也战胜不了 这些暴君 心里的欲望 这些圣贤都战胜不了 何况是赢回刚出道的你呀 孔子已经把他认为 对方即将面临了悲剧 一五一十地说了 最后呢 尊重这个学生 就跟他说了 虽然我说那么多了 若必有疑 你胆敢去劝谏卫君 你是不是有什么理由啊 常以欲我来 你也跟老师说说吧 后面还蛮尊重这个学生的 不会说 哎呀你的理由就不必听了 不是这样啊 也听听你说 那延贤的回答 非常有意思 延贤在人间事理的回答 超儒家的 这个孔子就变得很庄子 你懂吧 才能够点拨他嘛 延贤就说了 端而依 那不然我先端正我自己的行为 各位同学端这个字端出来了 天之苍苍其正色也 做的正行的正 连肉都要切的正嘛 命有正命 对有正对 这不是儒家经典 色有正色 月有正月嘛 那我就先端正我自己的行为嘛 可是我内在呢 我很虚心受教 免 而且我非常勤奋 怎么样都打不死 打不倒 不退缩 而依 而且我 这个皆定义至末之妖恶 我一定要达成目的不可 老师啊 这样是不是就可行了呢 诈听还不赖 对不对 可正在装死的标准 就让孔子说了 乌 乌可 乌是何 这哪可行啊 你知道什么叫卫君吗 父以阳为冲 他内在充满了抗盛的阳气 孔阳 这个脾气非常的阳 非常的暴躁 彩色不定 所以脸色不定啊 各位同学 在这一段我稍微讲一下孔阳彩色不定啊 因为学传统医学的关系 你们的学姐好久没见了 我生病回来学校之初 她就想好久没看到老师了 她拿做了一个小小的盆栽 拿到教室来给我 我跟她大概站这个距离吧 我就闻得出来她的生活了 我闻得到她的生活 她过得很焦虑 很多烦恼 所以胃活很胜的吧 所以她站在这我就可以闻到她的口气了 我今年 我生病以后 我比较少跟学生离得很近 因为免疫能力比较差 有点距离安全 可是难免会有学生来问问题 我也遇到几个 来自新加坡 或者来自台湾以外的地方 好像特别容易有喂火 为什么 压力大 人在异乡 没有得到太好的照顾 没有吃睡太好 各位 这只是小小的上火 你们知道有人会说 我今天很烦吗 但你们知道什么叫烦吗 我写过一篇论文 也就是伤寒论里面 一百多条的烦症 烦不只是一种情绪 也是身体感 你可能会嘴巴干 你可能会眼睛红 充满了红丝 你可能要喝水就要喝很多 解不了的渴 好 那一个人 你会不会听说 你听说一个人说他很烦 你还不觉得可怕 有人跟你说 我今天超火大的 我气死了 你就觉得 咦 有点烟消味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做 以洋为冲 整个人充满了 那个抗盛的洋气 各位同学 其实学中医是好的 不只可以照顾自己 可以体贴别人 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人都不爱听别人碎碎念 可是如果今天你遇到 的人碎碎念 你能够同情了解 真语 这是什么证 诚气症啊 需要通通大便了 你知道他 昨天该排的都没排出来 你就不好意思怪他了 你懂吧 我有一个好温柔的学生 超优雅的 天秤座 朋友们对我讲话 很客气 怎么有一天电话里 忽然间有点不客气 真是难能可贵啊 因为很少有 所以我也就镇定一代 可我后来 第二天看到他 那我学生帮他诊断了一下 才知道大青龙症 哎呀难怪昨天这么烦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烦 你要能体谅 可人家MC来了 你懂吧 可人家大青龙症 各位同学 你说老师呢 他们好可怜 他们是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很烦 所以脾气不好吗 嗯 身体不好 有这些症状 确实会让你脾气不好 让你烦 可是 你本来身体没问题的 因为脾气不好 所以你身体就会变得有问题 你懂吧 这是一个 治医则动气 七医则动治 这在孟子书里面 在中国的医书里面 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循环 好 所以孔阳彩色不定 就表示这个人脾气很差呀 我们刚刚讲情绪管理不佳 我们刚刚讲情绪管理不佳有两种 一种是外显形的 你觉得他脾气的话 一种是会内伤的 内伤这种也可能会杀人 你懂吧 他压抑到那个程度 受不了山洪引爆 他就 他就做出整个社会不可思议的事件来了嘛 好 所以情绪管理 在庄子书里是个重要的一题 当然他不只是为了想要管理情绪 跟别人好好相处 他有一个提升生命终极境界的 一个背后的哲学理想 好 所以我们说 讲到这个卫君 他全身充满了杠盛的阳气 你不必管他大便多久没大 他辛苦有多大 但是就是脾气非常坏就对了 喜怒无常 彩色不定 常人之所不为 一般老百姓都不敢违宁他 因按人之所感 你有什么他感受 他才管你呢 他压抑你的感受 这个案就是压抑 一求荣誉其心 荣誉就纵容 他非常纵容他自己的想法 他今天高兴骂你一顿 骂你一顿 高兴怎么样怎么样 他根本不太管别人的 明之约日渐不得 这种人呢 你想要改变他 其实从事教育工作 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他还真需要时间 真需要时间 好多年前 我跟个学生变熟 穿饮食习惯怎么这么不好呀 怎么吃得这么油腻 吃得这么辣呀 然后他也不懂我 怎么有一个人吃的东西 我看来像白开水呢 后来他慢慢知道 好像要吃这样的 比较健康 他有天就问我了 他说老师啊 过你这种生活 吃这样的食物 一个月要多少钱啊 我说我没算过呀 怎么样 我将来如果 月薪十万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让 我的妻子儿女 都过这样的生活 我说当然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臭臭有余 我薪水不到十万 他说老师呀 那那时候 等到我都娶妻 生儿育女了 我想你也老了 我说那当然啊 他说你那时候 如果退休了 我可以麻烦你 陪我的妻子儿女 去吃有机店吗 我听他忽然大笑 他说老师 因为我已经没救了 我就只能吃这样了 可我需要我的家人的 过境科技一生 如果你以后年纪大了 没事干 你就带他们去吃吧 我就不去了 我听了觉得非常好笑 我觉得这个人的口味 跟不好的习惯真难改 可是言犹在耳啊 怎么几年过去 我有天听到 他跟家长打电话 还去跟他家长说 你们不要去吃 那个重口味的东西 太油腻了 我听到好震惊啊 这不我当年在教他的吗 然后最近他们家聚餐 我说你去吃哪啊 就去吃那家有机店啊 我说啊 可是我木尾牙 又想爱那家呢 老师呢 我就连去吃三天了 我说那你会不会觉得腻啊 也还好嘛 我可以刹那觉得 人真的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以前呢 我好多的学生 叫我们早睡 不会啊 老师你觉得晚上有浪漫吗 我们大家在晚上 丢个水球 嘿 say hello 这真是人间美好的情谊啊 我们最近大家都喜欢 想改成早睡了 我们最近就谈 你看接下来 以后大家要约几点 几点睡好呢 我们都有一个约定 然后自己在家里实行 一个礼拜后来见面 看大家怎么样 我很讶异的 他跟我说 我看从十二点 再提到十一点吧 我发现人真的是 可以改变的 但是同学相信我 这真的需要时间 这真的需要时间 所以 可是 庄子这时候 又透过孔子之口告诉我 假赢回了 他说这样的一个暴君啊 你想要每天 人一点一滴逐渐的感化的啊 让他每天的德性 我那么一点点改变 那么一点成长 都很难办到 更何况 你此番前去 你居然希望他一天 就从一个暴君 变一个圣君 由一个这么大的翻转 达到高尚完美的大德之人 哎呀 这怎么可能呢 将职而不化 他一定会执着 抱住 他供职的那个大石头 不化 不会 不愿意 也不肯 被你感化的 好吧 就算他有一天 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告 你听一听觉得 他好像改变了 他好像能反省了 他好像变得 跟以前不一样了 可是你在看他的行为 跟以前还是一样 这叫做 外合内不治 也许他表面讲的话 让你觉得 他已经可能会改哦 可是呢 他的内在 还是你无法揣度的 其用具可乎 用具这两个字都是合 为何的合 那这你哪里有办法 达到教化的目的啊 哇 也会提出来的第一个锦囊 被孔子推翻了 端而须敏而依 不行了 那你们知道 好学生口袋里的 解题方法 绝对不止一个嘛 现在拿出第二道解题法 第二个锦囊 延回说了 人自我 内直外驱 不然这样吧 我内心很帅 真正直 可是我外表 很千功为弯 而且 成而上比 我对于当下的一切 我举古人来做例子 上述过往 以用以前的故事来对照当今的情势来传达意见 那当然这三个东西有点复杂 延回就给老师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内直呢 内心率真正直 那不就符合了 天生自然的特质吗 自己就跟天生自然同类了 与天同类的人 如果你想我们都是打娘胎出生嘛 都是人生父母一样 十月怀胎所生 那天子君王跟我不是一样吗 我们都是上天所生 都是大地自然的一份子 有一天 也将与草木同修的 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这么想 你就不会觉得他比你高 你也不会觉得你今天说了什么话 对方就一定应该要喜欢 一定要接纳 你也不会预设有这样的成见 我说什么话他一定不接纳 因为小孩不会这样想 小孩有什么想法 就直不隆隆地说出来了 若然者 人为之童子 能做到这样 那不就像孩童般 率直真诚了吗 世之位与天为徒 所以说 他跟天生自然同类 刚讲的第一个 与天为徒 第二个 与人为徒 第一个是内侄 第二个外驱 什么叫外驱呢 外在的举止啊 千功为万 合乎一般人 处世的礼仪规范 让自己跟大家一样 不要跟大家不一样 收到红铁 该包就包 收到白铁 该包就包 别人跟人家打招呼 你就这样打招呼 你不要显得太不同嘛 情记曲全 这个情就是拱手 这个记就是跪 各位 中国古代 所谓的跪 就是你的腿 你的腿是直的 然后就是膝盖着地 小腿着地 大腿大直 这叫跪 古人如果你把你的屁股 做到脚跟 那不叫跪 那叫做 因为古代是席地而坐的 他的意思是说 别人拱手 你就拱手 别人跪 你就跪 这个驱是什么呢 是鞠躬 别人鞠躬你就鞠躬 船 船是什么 船是屈膝 你的膝盖很柔软 该驱就驱 不会 你看很多的这个 古装戏有没有 有些人看到人 就跪不下跪 然后就有旁边就 狱卒打了 让他膝盖弯曲 不会 别人怎么样我就做 人臣之离业 人皆为之 我敢不为业 大家都做 我怎么敢不照做呢 为人之所为者 别人做 我跟着做 虽然别人是黑的 我是白的 但是我一起做了 人亦无此焉 别人就不会责怪我了 是这位 与人为徒 这我跟大家是一伙的吗 你不觉得充满了 老子和光同臣的智慧吗 最后成而上比 再说到上述过往 我会引用前人的故事 来对照眼前的情势 我就跟古代文化 传统站在同个阵营 你想骂别人 你说 以前好像有这样的故事 那时候对方说 你能说我吗 我哪敢 就是很多 可这样你就安全很多 其言虽教折之时 所援引的古人言论 虽然这个教就是劝谏 折就是责难 谴责责责怪 真实是这样 但是古之有眼 这是古神仙闲讲的 非无有眼 不是我平空立论在骂你 这时候我病得好安全 各位同学 这是不是很像 春秋战国时代的 外交官的隐私来劝谏呢 你这时候觉得太完美了吧 若然者虽直不为病 也会自己说 你看 这样我就可以很直哦 而且不会被怪罪 我坦白率直 不会被人诟病责怪 这就是我跟古圣仙闲为伍嘛 老师啊 我如果能做到内置 外驱成而上笔 与天为图 与人为图 又与古为图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是不是就行得通了呢 哇 太严苛了 这些儒家的伎俩已经使劲了 这庄子人间事 庄子笔下了孔子 还是摇头 不行 窝窝口 哪可以啊 在哪里行得通啊 太多正 正是法 太多规则了 太多原则 太多策略了 法而不屑 这个法就是正 听起来好像都行得正 做得直 但是谢 这个字 叠 我们念谢 我们把她当女子旁的 这个谢来看待 假借字 这个谢是亲侠 亲侠就是亲近的意思 虽然好像方法很正当 可是不亲切 不亲切 什么叫亲切啊 心理学家是这样教我们的 如果有个小孩 常常躲在桌下 不敢出来 你不敢站在外面说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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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样 你要一起躲到桌下 把她牵出来 因为你跟她在同一个位置了 你才能感受她的感受 她觉得你跟她同类 她才出得来 别说人了 你吃个中药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寒症 我要用热药 里面故意下一个寒药 是要当药引 因为你一吃 你的身体觉得同党来了 进来吧 还被骗了呢 因为跟着寒药是热药 连身体同身相应 同性相求 这是人与人之间 万物之间必然的道理 所以不亲切没用 但是呢 不过 虽故 虽然你的方法 好像 这个 与天为图 与人为图 与谷为图 还是均力固执了点 但是呢 真能做到 亦无罪 你看好像 颜慧躲在个筐里 别人石头 扎不到她了 懂吧 不会招致罪行了 可是你去的目的是 为了 不被杀吗 不是吗 你希望教化对方吗 所以 孔子又说了 虽然如此 也只能做到 免于教化 只是而已 就是免于祸患而已 你 服务可以集化 你哪里能够 教化对方 哪里能够达到 教化卫军的目的呢 那为什么没办法 有失心折业 你还是有个诚心 你有一个成见 觉得非这么做不可 接下来 颜慧就回答了 同学念一下好了 颜慧约 我无以尽予 颜慧约 我无以尽亦 感问其方 众众已约 所在 无疆与若 有心而为之 其利也 依旧者 后天不谓 后天不谓 颜慧约 回之下品 唯不饮求 不如主者 说许 不死 则得以为债物 愿 是祭祀之债 悲心债也 为愿 感问心债 众你愿 若以 不听之之 不听之以尔 而听之以心 不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 听而知于耳定 心之于福 其言者 虚而待悟则也 回到其虚 虚者 心灾也 念慧願,慧之慧始則是,時之之有慧願, 得則時之也,慧始有慧願,得慧虛無。 不此願,盡力,無與柔,若能入有其函, 而無感其名,不正名,不入則智,無惡無獨, 那,言慧這時候就說了,老師,口袋裡的錦囊啊,光了。 聽完老師的教誨,言慧說,學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敢問老師,敢問齊芳,我到底該怎麼做,我才能教化衛軍啊。 你真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熱情, 很希望能夠從教化勛王來改變世界。 仲泥曰,孔子就回答了,這個方法就是摘,摘戒啊。 你先摘戒,我再跟你說。 有心為之,其以言。 你如果抱著有待的誠心,固執的誠心, 你去就想方法,就想用了一二三,按表操作。 那怎麼會容易做到呢? 因為你都有一定的辦法了嘛。 意志者浩天不已。 就算你沒有太多困難的做到了, 那也是不合乎自然的。 是你懷抱著誠見誠心去完成的, 是恰到好處能用,而不是他真的能夠應付所有的局面哦。 仲泥曰聽到摘戒,還要跟老師說。 老師,不用摘戒了,我天天摘戒。 仲泥就問了。 恰之家貧,老師啊,我家窮嘛。 喂,不飲酒,所以不喝酒。 哪有錢喝酒啊?三餐都成問題了。 不如昏,這個輪,如是食是吃。 不吃昏,好幾個月了,老師。 如此則可以為摘戒。 這樣就算摘戒了嗎? 各位同學,這裡是開了一刀啊。 其實莊子的厲害就是在, 罵人與無形啊。 這世界有很多人,自己覺得自己是摘戒的。 講一個我,年少過往。 我以前研究所時代,有個學妹,她吃素。 她總覺得殺生是殘忍的。 她吃素,她討厭看別人吃昏。 所以我每次都盡量早吃飯喝。 我不想,因為她中午會來學校,她習慣這樣。 所以我不想,她來了以後才吃飯喝。 可是難免有疏忽的時候,有一天她來了, 她看到我在吃一塊雞腿。 她說,虎姑婆,你又在吃昏嗎? 我聽了就覺得很慚愧。 我怎麼這麼殘忍呢? 我說,嗯,你姓菜就不能只吃菜嗎? 我就更覺得我錯了。 可是呢,有天,我跟著學妹就在文學院中停走。 怎麼迎面而來,一個男生。 因為我跟你們說過這個故事對不對? 沒說過嗎? 迎面而來,我就看到一個男生走過來。 這學妹,我就跟她這麼熟嗎? 她的臉不就永遠這麼地可愛, 眼睛大大,臉圓圓圓的,可以是當model的啊? 怎麼今天她面露胸光? 我看到一個很可怕的殺人事件簿裡面才應該出現的臉。 我那一場呢? 我覺得一個寒氣這樣刺到我的心裡。 但是是反彈回來的。 她刺向對方,然後就這樣轉回來。 我就變得很安靜。 就好像你跟一個殺人犯走在一起一樣的安靜。 等到我們走過長廊,那個人走遠了。 我覺得我學妹的臉也回溫了。 回到人應該有的溫度了。 我就忍不住問了。 我說,學妹啊,學姐認識你兩年了。 從來沒看過你,像剛剛一樣。 那表情讓我有點害怕,你知道嗎? 啊是啊,你看出來了,我想這麼明顯。 我說,你剛剛的表情,你在想什麼呀? 我們是朋友嘛,我們都說真話的。 她說,哦,你看到那一場呢? 我看著人一眼。 我想,我恨不得捏斷她的脖子。 我就想,哦,難怪我感受到那樣的溫度跟力度啊。 然後她就說,那時候有智慧的人就不會問她是誰了。 我大概知道她是誰了。 我前男友,我說,哦,是嗎? 我不敢說,我就知道。 然後她就說,你知道她跟我分手的時候理由是什麼嗎? 我就想看著她,我當然不知道,又不是我跟她分手。 然後我學妹就說,她說她好像從來沒愛過我。 我聽完這句話,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覺得不必說太多了。 可是我的心裡的OS是,可是你不是吃醋嗎? 一個吃醋的人怎麼可以用念頭要殺掉一個人呢? 這樣真的可以嗎? 但是我在心裡OS,我也不是那麼白白,我沒有說出來。 所以孔子說了,是祭祀之哉,非心哉也。 一般的祭祀只要求你,你今天要從事這個祭祀,你今天要幾天不吃婚。 可是這是,嘴裡戒而已。 這重要是你的心。 孔子說,我要教你而是心哉。 當然這個孔子我們知道是中子咋辦的,我們都知道嘛。 好,袁慧就問了,老師啊,趕快老師, 那什麼才是心的齋戒啊? 孔子就微微道來了。 各位同學,這時候你好像要把你在逍遙遊學道的齊神明。 你在齊物論學道的心如死灰,照之於天,行如狗木, 在這裡做一個大複習咯。 孔子說,若醫治,你得讓你的心智轉移。 我們平常只有讀書,從小老師說要言道,口道,心道,耳道,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其他事物什麼要專心。 當然我打電動的學員跟我說也要非常專注。 他們叫我說,我們打電動的時候你不要跟我們講話。 可是這裡的心智專一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做過齊神明的修煉,你知道。 你發現你的念頭是常常心不在焉的。 你的念頭是在外面的世界遊玩打轉的。 你常常莫名其妙不知道想到哪去了。 所以這裡,莊子扮演的孔子就告訴我們, 你要讓自己心智專一。 要靜下來,要定住。 無聽之一耳。 你的耳朵不是叫你拿耳塞塞住,都不要聽外面的聲音。 老師上課也不要聽到,我也不要聽到學生的反應。 不是這意思。 是叫你關上耳朵。 你的耳朵不要只拿來追逐外在世界的身影。 世俗價值,乃至於儒家的價值。 世俗價值。 你一個人一輩子賺那麼多錢要幹嘛。 我看我的朋友,在我這個年齡, 比我有成就有名很多的。 有名有錢很多的人。 我看他們的臉書。 他們說,哎呀,余生日我還有二十幾年啊。 那就每年選一個國家好好的去玩吧。 做深度旅遊吧。 這是世俗價值。 世俗的價值就在外面。 你可以擁有外面的房子,外面的旅行。 你這個新生意外的朋友,情人家人。 一般人的世俗價值的財富是在外面的。 可是莊子這部書,它的價值財富是在裡面的。 是往自己生命內在追求的。 可是這不表示我們就不可以旅遊。 我們就不可以擁有財富。 我們不可以擁有情人。 不是這意思。 是我們有一個注意力是往內在探尋的。 所以你的耳朵不只拿來追逐外在世界的聲音。 你也要把注意力放回而聽之以心。 放回內心。 用你的心來感受,來傾聽。 甚至於不只要聽之以心。 你更進一步要聽之以氣。 同學你聽過以後你不會輕易就忘記。 聽之以耳、聽之以心跟聽之以氣哪一個功夫境界比較高吧。 你甚至於讓你的心靈盡空無私無慮。 然後你可以透過氣去聽去感應。 再說一遍。 讓你的耳朵停止收聽外在世界的聲音。 甚至於你的心靈也停止隨著周遭起伏。 你往內聽。 你單純的最後你覺得世界唯一的動態。 你用你的注意力去符印你身中的氣息。 這個氣息進入體驗課我們會說 它可能是你的呼吸。 所謂的外呼吸。 可能是你的內息、內呼吸。 就是你的真陽之氣開始在你的手指、 在你的腳趾、在你的丹田開始產生了。 所以你用你的注意力去關注它。 不要有念頭。 但因為當你的心神往內收的時候 你的精氣就會開始匯聚。 然後讓真陽之氣在你的體內張揚。 最後,莊子打扮的孔子說 氣也惹,虛而待悟者也。 氣這個東西只有當你的內心做到 虛盡空明、了無念慮的時候 它才能夠感知應對 世間的萬事萬物。 也只有心靈已經達到虛空靜定、 無私無慮的境界了。 道為道即虛。 道才會顯露並且匯聚在此。 那你說老師那道是什麽? 道可道,非常道呀。 要看你正需要的智慧是什麽? 無之之之之就會出現。 虛者心斋也。 而這個能夠讓你的心 學習讓自己的心 邁向虛空明靜的功夫 就是莊子打扮成了孔子 交給我們的心斋。 言慧聽了以後 他跟老師說 老師啊! 我還沒有開始建立心斋的言慧 我覺得 我就是這個我觸摸得到的言慧呢 可是我開始從事心斋的修行 就像同學從事奇神寧的修行 有些同學說 我的念慮變少了 我怎麽不會想都想希望 你好像能做到 不再執著而超越這個言慧的存在 這邊我幫他盪開一筆 解釋得更清楚 彷彿歸返了未始有回 那個言慧生前就已經存在 甚至言慧生後 依然存在的 那個只窮於為心火船 也不知其境也的我了 言慧問老師 老師啊!我這樣就可以算 達到心斋的虛空境界了嗎? 你一聽天啊! 我不要跟你回頭一班 他太強了 可是孔子怎麽回答? 靜矣差不多了 像你說的 好像到達極致了 但是 讓我來告訴你 若能柱油其凡 你必須真的做到奇神寧 持之以恆的 真的做到 原都以為經 持之以恆的 在這樣的實踐 這樣的功夫裡面 去掌揚你的生命 而無感其名 不要只碰觸感受到 因為要交作業嘛 以我的聪明 應該七十零五分鐘 就可以寫成十天了吧 每天寫寫也很簡單的 老師看起來傻傻了 你什麽都不會 應該很好辯 他說不行這樣 你這不能只觸及感受到 心差的名稱跟概念 考試都可以 回去莊子丟一邊 繼續東想西想 繼續煩惱 繼續拖這個背 繼續喜怒哀樂 你的精氣一樣在天地間消損 為什麼呢 莊子說 入則明不入則止 你一定要實踐它 活在其中才能有共鳴 不然 你沒有跨越這個凡梨 你沒有真的去操作 沒有真的去操作 那你就停在心渣的凡梨外了 你永遠無法窺其堂 體會各種奧妙 我今天在背課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些想的事 下次再說吧 最後一句 無門無鬥 一宅欲於不得已 則激意 最後讓你的身體 像一個宅邸 你好像把嘴巴 眼睛耳朵都關上 但又沒有閉上 你好像關上了 整天想向外探勘 都年輕了 是不是該去打折了 去買了 追逐 什麼音樂會不去聽 會不會跟不上時代 像關上對外太堪追逐的門戶一樣 你不會再因為所見所聞 喜福攪擾 動盪傷亂你的內心 你把往外追逐的注意力 全數收回自身 在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有同學後來問老師 那我算數學怎麼辦 繼續算啊 你不會二十小時都在算數學 別騙我 可是你一定有像我那種 喝了一杯茶 而睡不著一夜晚 那有開始起神明嗎 就是講這種時候 讓它像是沒有門 也沒有縫隙 你不會一直又追出去了 你的思慮又跑掉了 不會 如貓之捕鼠兔之逢鷹 讓心神安住在這具身體的宅底 有人叫你了 要考試了 該念了 不得已必要的時候 你就去動作反應 動作反應一結束 你的注意力又回來了 你繼續你修煉的生活 擇機 如果你能做到這樣 在最艰難的時候 艱難當吃補藥一樣 就是這個練槓片 又增加一塊了 太好了 練習有機會到了 那你隨時都在長養自己 在逆境裡 你垂鍊自己的心性 在順境裡 安靜的時候 你可以的時候 沒事的時候 你做起神明的修煉 莊子說 莊子透過孔子說 擇機意 這樣就差不多 激進於極致了 絕機意無形地難 同學 念一下好了 絕機意無形地難 為人時意意為 為人時難以為 為人時難以為 為人有一非則義 為人無一非則義 為人無一非則義 為人無知之則義 為人無知之則義 無熟而入內空而外於心之 為神將來賊 為人無知萬物之化也 與聖之所留也 無信經局之所行蹤 而喚散邊者無 好,绝技艺无形必难 其实一个人要隐居起来 不问世事,是容易的 在这个时代 要不就是有钱 要不就是野外求生能力强 就拜到了 可是这从来不是 庄子原庄 要我们达到的一个隐意的境界 最好的大眼 是隐于市井的 无形必难 就是你要在人间市行走 但是呢 你却仿佛足不履地 也就是不会不留下痕迹 或是不会围路边的经济所伤 这是困难的 所以在人间市里面 还能拥有在世外桃源 度假休养的心境 那是困难的 为人史意味 所谓为人史 这个人是他人的期待 世俗的期待 照着他人的期待 世俗的期待 去做事 这是很容易的 顺随人情 这是容易的 为天使 什么叫天能 就是人天赋的潜能 天赋的潜能 要依循人生自然的道理 什么叫天赋的潜能 如果你在 提神灵的修炼里面 或者你整个寒假 你非常认知做穴道导演 你开始在我们之前讲过的 或者脚底啊 或者手指啊 或者丹田啊 开始有气的感觉 你会更知道什么叫为天使 这是每一个人本来都能拥有的 潜能 可是你很难去做 为什么 因为不太时尚 运动伤害 在所有的体育活动里面 都是非常普及的 我非常好的朋友 国内皮拉提斯的权威 以前出生云门五籍 我之前一直问他为什么会离开云门 我看他好喜欢云门 好喜欢林怀明老师 后来有一次我才知道 所有的舞者 结束他的舞者生涯 大部分都训练受伤 有很多的体育选手 最后没办法 继续他的体育专业 都是因为运动伤害 可是你在从事这些西方训练的时候 你从来不怕自己会受伤 老师教个齐神明 居然有同学在作业写 有个同学说 老师教着功夫 市场上没人在练 好可怕 会不会走火入魔呀 你怎么怕运动伤害 你怕走火入魔呀 如果中子教的 你会走火入魔 那真人跟魔还得异味才行 你懂吗 好 我要说的是 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件 一大堆人在做的事情 不管那件事情有多不合理 有多不科学 可是今天是少数 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怕怕的 那你知道庄子在他 倡导他的学说的时候 他用四个字 众所同趣 是惠子对庄学的一个预言 惠子说你这套学问 大家没办法接受的 可是因为惠子是国安的时代嘛 他还不认识后来的李白 后来的苏东坡 后来的白居易 后来的陶渊明 世世代代中国的文化人 被庄子怎么样影响 他还来不及发现 而我们现在又遇到一个 庄子很寂寞的时代了 有一次我认识一个中国的学者 他告诉我 嘿呀 蔡平明你知道 庄子这个书 在某一个时代是不能研究的 为什么 他说他是个大唯心主义者 其实我们在台湾 对于唯心唯物 比较没那么紧张 也没什么概念 对不对 不是世俗追求 不是普世的价值 你就很难做 因为他比较寂寞一点 唯一有一非辙一 大家都听说 有了翅膀就能飞 有了学历就能找工作 有了证兆就能有高薪 做的家长不就鼓励你们这个吗 你的家长从小跟你讲 坐职很重要 没有练得很重要 举手 好 没有 为文艺无亦非辙 可是却忽略了 如果你的新生 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你是不是从事任何行业 你会比较顺遂呢 以无亦非 没有翅膀也能飞 告白失败也能飞 工作被炒鱿鱼也能飞 这个晚餐 把饭菜都煮糊了 也很开心 当然很开心啊 因为你想难得煮糊一天嘛 对不对 而且就算煮糊了 还是真的食物呢 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的逍遥你的自在 你的快乐是无怠的 那就是无亦非劳 也就是你坚决的你的快乐跟幸福 如果是因为你拥有 那个拥有是可以被夺走的 不管它有没有脚 它是可以消失的 有一天 我看到电视新闻 这是个灾难很多的 寒假 对不对 我看到电视新闻 我跟我学生说 哎呀 好可怕呀 怎么那么多人出去旅游 整辆车怎么了 一下飞机又怎么了 我说好险 我今年寒假很忙 都没出去玩 我学生说 是不一定啊 你坐在家里 飞机也可以撞到你家来 懂吧 这就是这样的时代嘛 所以说我的幸福 只要别人夺走 夺得走 那就不是真的 所以这种只要我们去锻炼的是一种 别人夺不走的幸福跟逍遥 唯有知之者已 同样的 我们只听说知识的学习 是用已知的加上新学的 不断的累积累积来 得到更多的 更高深的知识 为文以无知之者也 可是没听过 不向外追求知识 而收射感官 放下面律 用无私无虑来领悟智慧的 有一个多年前上我庄子的学生 他上庄子前为忧郁症所苦 听了一年 可以正常回到学校来上学了 他告诉我 有一天我跟他聊天 我跟他说 我去年给同学写了一个作业 教他们尝试 隔周 一周使用脸书跟 BBS 一周不使用 每个同学说非常有效 不知道是为了 作业的效果 还是真的这么有效 没想到呢 这个同学告诉我 老师 我有一阵子 不使用脸书 我发现我的创作能力 不管是摄影 或者是文字 增强非常多 做坏就尽量少用 因为我听得非常惊讶 因为他可能是 曾经为忧郁症所苦 他会不断地盯着自己的心灵 他会发现这件事 这不就是一种以无知之吗 你不能注意外在的讯息 我不是说不能用 我自己也在用 可是你要在你的掌控之内 而不是放任自己 像放牛吃草一样 整天就在那边爬稳 然后听到老师说学道导引 哈哈一次要15分钟 好长哦 然后继续爬稳 这不是很荒悠吗 好 瞻比缺折 然后呢 最后你看你的心灵 像看一个虚空的方式 各位同学 包括西方的心灵学家 他要让一个心灵比较正向 也是叫你不要东向西向 而在东方的心灵哲学里面 会告诉你 如果你的心 能够被打理成空空荡荡的房子 里面就会隐满明亮的 光辉啊 我这个寒假吧 觉得实在是快要开学了 实在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啊 怎么还没开始放假 居然就开学了 有这种感觉了 就举手吧 我们大家一起举手吧 我怎么会在上一期末 愚蠢的 说台大有一个公布的讯息 叫你要赶快点进去看 你们点了吗 我点了 台大三月份才开学 你懂吗 就我居然还很开心 然后下一幕是 愚人节快乐 还是傻瓜 你怎么会相信 我居然相信 我身为教授不止同学 同学入你相信了 你可能需要休息了 什么期末考用脑过度 我就接到这样的讯息 好吧 我要讲的是 这个等到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寒假这样结束 我最后的一种解脱方式 就是决定放下 还没做完的工作 然后打全去 打得也不多 那天打了少少的一个时辰而已 就连续三四天 我就觉得整天都笑嘻嘻 非常的开心 我后来发现那是一种 神跟气的心 神跟气血的状态 就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然后看到东西还没交到 你觉得还好吗 对不起 我不太希望你们进入这个状况 不然我的作业可能都收不来了 好 也就是说你看看滚滚红尘 这种成败有一种 好像隔了一条在水一方的感觉 好 福且不止是之为作词 各位同学 接下来这一段 你看我难得在白话的部分 分了A跟B 对不对 其实很少有一个解释 我们同时才两个解释 而这两个解释 更有意思的是 它是完全相反的 一个是正面的 把作词当成正面的 它如果再进一步 你达到所谓作词的境界 那时候你的心神灵魂 其实是能超越 这个现象世界而存在的 虽然你的身体在那端坐 可是呢 你的心神灵魂 好像能在外遨游 我多年前 参与了一个课程 那是台大前校长 李四成老师开的课 我去帮他讲一堂 传统医学中的身体 我讲皇帝内经 这个课程之初呢 李校长请了我们所有 帮忙讲课的老师 吃了一餐饭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有意思的饭局 我那天的感觉是 我去参加了一群神仙的聚会 因为里面很多人 研究特异功能 他们讲了一大堆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觉得我在里面 选的独何等平凡啊 然后每个人都要讲 一个神奇的故事 我也讲了一个 在里面简直是不足为奇 我就讲了有一次 我醒来还没回到我身体 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但那是不是自主的 真的达到很高境界的人呢 他是可以 像武祥小说里面 武祥小说我这一招嘛 就可以随时灵魂出窍的啊 能够 你的身体是能够在外面 奔驰遨游的啊 可是呢 福气也不只是这位作识 还有另一个非常负面的解释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修炼的过程当中 如果前面讲 虚实身败吉祥之治 那个境界没有到来 你应该要对内关照 可是呢 你的心 你的想法 一直东奔西跑 各位同学 这幅画大家很精彩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个人在静坐 对不对 可你发现 他在静坐的同时 他心里想什么 他心里想要踢球 他想要玩乐 就让同学告诉我 他在骑神宁的时候 一直在想 今天在公车的时候怎么样 或者你在想 你的女朋友怎么样 或者有同学在宿舍里面 做骑神宁 骑神宁这个活动 不是限于做 做是一个练习 是一个出阶的练习 最好是我能一边上课 一边骑神宁 你得到这块境界的嘛 就在与人交接当中 你一样骑神宁 那同学如果你虽然坐在那 可是你的心思在外面 那就是坐实的另一个解释 在印度的瑜伽课程 瑜伽经典里面也会提 他说如果你打算要做瑜伽的meditation 那请你 你如果坐下去就会想要完蛋了 我那东西放在这个你们的微波炉 我的保温 我的蒸炉里还没拿出来 你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真的要从事修炼活动 你就把你觉得身外之物全部做完 你就赶快做就做 做完了 然后就什么事情都完成了 这种情况下去修炼 不然的话呢 你会像一只蝴蝶 一下想要打个电话 一下想要看个Facebook 一下想要怎么样 坐持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里我们不管把坐持 解释成正面跟负面 在整个章句里面都可以疏通 在整个理论结构里面也都合理 所以我们就两个并存了 扶寻耳目内通 其中的功夫呢 就是让你把你的耳朵跟眼睛 把那些外族的注意力 全部从外在的世界收回 向内通往心灵 专注于倾听观看 感知自己的内心 感知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又要心不在焉了 又要出去熬游了 而外于心智 你的思虑 你的念虑 越来越单纯成名 不再执着于向外追逐的知识 鬼神将来设 能够达到这样的心灵境界 这个鬼跟神 神指的是神奇 鬼指的是精魄 都指的是正面能量 在整个东方的理论 以易经为主的整个中国思想 很重要的一个宇宙的原理 就是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所以你让你的心灵 你的气 进入这样的状态 天地之间的正面能量 也会汇聚过来 想要清静这样的心灵 那何况是人类呢 有一个广告说 娶一个爱笑老婆是幸福的 如果这个广告牌词成立的话 坦白讲 谁不想整天跟一个满脸笑容的人 一起相处呢 甚至宠物吧 如果这宠物天生地哭着脸 可能它会最晚被收养 最晚被购买 对不对 那一样的 一旦达到这样的境界 人很自然的也会想靠过来 是万物之化言 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人 庄子说 才能具备感化万物 教化暴虐 卫君的能力 不然你去当张老师 当月久觉 自己越需要张老师来帮助 因为你还没有医生的资格 还是病人的状态 你就开始当老师了 与圣之所牛眼 大与跟圣这样的圣君 也把这样的功夫 当成生命中的首要之物 这扭就是根本 就是首要之物 你当然可以追求书卷 你当然可以告白 你当然可以谈恋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一技之长 但是不要放掉这样的身心修了 福西积聚之所行中 像福西积聚这样的圣人 也是把这样的一种新生功夫 不管是新斋啊 其神明啊 磅礡万物以为一 虚世生白 为道急需 新斋 都当成他们人生最终极的追求 你会发现那个最终极的追求 不是当总统呀 不是成为台湾首富呀 这是庄子心目中的智贵 智乱 而况散烟者湖 那如果对圣人而言 他们尚且想要不断的拉拔自己 提升自己 那我们凡俗之人 当然更不应该落后太多 当然更需要勉励而行 换一个角度 越是凡俗之人 越是在谷底的人 我觉得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我去年遇到一个非常认真的 休息庄子的一些道理的同学 我觉得他非常幸运 他在生命中遇到很重要的人 那个人有一点忧郁症的倾向 这件事情让他珍惜 快乐是何等值得珍惜的一件事 他自己天生身体不是很好 有点弱 让他知道珍惜 健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而这些东西就是庄子的核心价值 所谓反本全真的价值 也是庄子在阅读儒家经典的时候 觉得解决的不够彻底的问题 所以庄子用这本书来解决 好 那我们现在刚好讲完这个段落 这本书来讲完这本书来讲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